欢迎收看今天的MUNDA新股巡礼 我是谢凯莉 上市柜的软性印刷电路板厂 今年是渴望能够再添新秀 长华电材旗下的一华电子 就是全台第一家专门做面板驱动IC 所需要的卷带式高阶附金薄膜COF厂 那已经申请上市 COF就是画面上看到 这个薄膜上面能够放驱动IC还有电子零件 比起传统的PCB能够达到更加轻薄短小的目的 那这应用的范围呢 以手机还有LCD 这面积比较小的产品为主 那在2015年 易华电子就已经打入到 这三星的无边框手机 其他的品牌智慧手机 也相继的引用易华的产品 那我们先请MUNDA接下的这个记者 陈其如来介绍 什么是COF还有相关的应用 好的 易华电生产的COF呢 就是COF 是一种软性聚合物为基材 名字也叫Polymy 简称是PI的材料 所做成的IC基板 PI适合来做成高温制程的 软性电子元件制作 PI的特点呢 是高耐热 高机械强度 安定性高 且耐用性极佳 所以驱动面板IC的 一个厂商呢 是使用COF作为载板 要做COF的软性材料上面呢 会线上涂上一层铜箔 用于导通电路 那COF的中端应用呢 主要有大尺寸的液晶电视 小尺寸的手机萤幕面板等 我们看到逸华的产品呢 是出给面板驱动IC 封装所用到的材料 所以逸华呢 在这个面板的产业供应链 是扮演这个零组件供应链的角色 而台湾的面板产业呢 有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 逸华呢 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上游的业者 而全球主要有五大生产COF的厂商 逸华跟他们相较 这目前产能还不是最大 那我们先请齐如来替我们介绍这个COF 在大尺寸以及小尺寸的这个应用市场潜力 以及呢 逸华和其他四家的同业产能来做比较 好的 逸华伸展的COF呢 是应用在液晶电视 智慧手机面板上的上游材料 随着搭电视的解析度提高呢 解析度由过去的Full HD走向4K 2K 4K 2K TV驱动IC使用的平均呢 是Full HD TV的2到3倍 依照IEK的报告显示 2015年4K 2K TV的渗透率呢 是13.2 到了2016年呢 上看20% 渗透率往上提高 不仅是大尺寸的电视上面 小尺寸的高阶手机所用的AMOLED的面板呢 以及穿戴式装置使用的萤幕 也从原本的COG为主的技术呢 转到COF的封装上 也是COF成长的动力 就全球五家COF厂越产能的表现与市占率呢 逸华电越产能约56k 与大厂三星集团的SEMCO 热金的LGIT 还有奇邦来相比呢 都是比较小的 逸华电现有的产能市占率约13%左右 以技术与制造成本而言呢 逸华在连续亏损了多年之后 在2013年之后都出现了获利 跟其他的同业相比呢 逸华电的产品等级不一定是最高阶的 但是成本的竞争力是足够的 那我们看到这逸华的产品特色呢 就是在这制程技术的部分 拥有呢能够让这个薄膜上面的铜片 形状更加完整的半家成法 除了在技术之外呢 这种COF卷带式的高阶薄膜IC机板呢 也是未来的产业这个产品的使用趋势 详细的原因我们请齐罗来告诉我们 好的 后统是逸华用特殊制程的技术呢 半家成法技术来做成的 半家成法是以干膜压合之后的镀铜在除胶 能够有较精细的效果 像是这样的技术呢 最小间距呢可以达到18μm 而铜厚呢约是12μm 铜是IT制造产业呢 常常用来作为散热的材料 藉由COF上面铜层的厚度增加呢 可以增加散热的效果 由于半家成法做出了厚铜呢 可以避开面板大厂 三星电子的散热片的专利 所以逸华的产品 也获得其他4K、8K的 液晶电视客户的采用 而另外一个产品 TOMATO呢 是COF机版的两面都能导通的 意思的一个产品 TOMATO双面呢 都能打上IC零件 适合在微小空间的智慧型手机 穿戴式装置做更复杂的线路设计 逸华就认为呢 TOMATO的软性 还有细线路的特性呢 适合追求轻薄短小的手机 穿戴式手环 还有智慧手表来使用 另外曲面的易间电视 手机也陆续被研发出来了 柔性材质的COF呢 更适合弯曲的面板设计 也逐步取代COG 也就是Chip on Glass的技术 那我们再请齐如哦 听我们分析一下 除了和这个同业竞争之外 产业的趋势 这逸华在COF上面的 立即以及潜在的商机 近年逸华电子呢 跟COF产业的壮大呢 跟易经电视解析度的提升有关 当电视的解析度提高到4K或8K时呢 面板驱动IC使用量必须增加 能够散热的COF用量也同步走高 尤其是面板大厂三星的COF呢 采用散热片的专利 三星的面板的竞争者呢 为了避开这个专利呢 会请易华电子 他所代工散热效果较好的 COF的后铜技术的产品 那易华电本身也是看好 未来高阶智慧型手机 会从现在的COG的驱动IC晶片 坐在玻璃上呢 改采为COF 就是在晶片放在FILM上 就是那个软性材质上 未来的COF的用量会增加 高阶手机呢 未来都想要采用高单价的AMOLED的面板 生产制造过程呢 会有良率的问题 直接在IC封装在AMOLED的这种 高单价的零组件上呢 虽然会比较省封装的成本 但是不如我不小心做坏了 整个AMOLED的面板也就报废了 所以制造过程呢 那些会在封装在 单价相对较低的COF上 最后再跟AMOLED来整合 不会有COG损坏高价 面板零组件的风险 外界预期呢 2017到2018年 全球高阶手机 包含iPhone啊 会使用AMOLED的面板 来带动COF的用量 生产AMOLED的三星 以及同集团的Semico呢 会率先受贿 由于三星的Galaxy手机呢 使用的COF量大呢 再加上iPhone的制造 也会采用COF的材料 那市场预期 一华店跟齐邦未来也可能 获得外包的订单 同时呢 中国积极扩大不同尺寸的 面板的产能发展后呢 再扣服的使用量也会增加 这部分产品呢 除韩国以外呢 就属台湾的业者 像齐邦还有一华 有足够的产能 未来可以透过封装业者呢 也可以寻求跟中国业者 结盟的机会 而一华以这个石科制成 和半家城法这两种制成 量产出呢 细线路的COF产品 初期的这投入成本 都是非常的高 那带领公司的获利呢 终于见到明显成长的 除了有这个董事长 黄佳能之外 还有呢 这公司营运的这灵魂人物 有这个总经理 李婉霞 还有这副总经理 我们来看这两位营运高层呢 对于这未来市场的独特见解 手机在2017 七一八年之后 其实整个 整个的发展 应该是 我们还蛮看好它的发展 而且因为手机将来 走向一定是 轻薄短小 要更轻 而且功能要更多 那速度要更快 所以在这一块 Tomato的应用是一定 这只能用Tomato 所以它的趋势应该是 以后的应用是很好的 Tomato这个技术 我们之前其实在 我们过去的几年 我们一直在实验室里面就做开发 应该说现在是开始把那一些 实验室开发的那些成果 把它变成是有机器设备 那把它装置完成 那为什么我们会要在明年 一定要把它能够完成 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AMOLED AMOLED的话 它会用到COVE 跟双面的COVE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预计在2017年完成之后 能够衔接到2018年 AMOLED手机 用Tomato的这个趋势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投资 所以我们必须在时间上面 算得比较精准 要不然太早就弄的话 那个成本很高 所以毕竟是靠自己 所以我们在时间上面 算得比较精准一点 长华毕竟它在半导 就是传统封装的这个材料领域 耕耘了很久 所以它在那边有它一定的资源 那我们当然在驱动IC这一块 我们这边目前已经相当稳定 可是如果在新的领域 我们刚刚讲的是 什么跟记忆体的罗织IC 这个跟传统封装比较相关 其实我们就可以运用到它 它在那边的资源 所以相较于别的 我们在这一块又会有一些优势在 除了我们自己的技术之外 有它一些人脉跟资源 它可以运用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 这两万高层对于这易华的优势 除了说有大股东长华的资源 另一方面有优势和劣势的分析 我们请齐鲁来替我们做分析 易华的优势是制程技术领先业界 同时它的制程管理能力 还有产品的良率是高的 可以创造更高的获利 在产业的弱点上面 扩服的产品价格 仍面临了下滑的压力 IC线路的间隔也是维系化 封装用卷带式IC基板的开发难度 也是提高的 在它的竞争的机会上面 台湾是全球面板与IC设计的生产重镇 供应链在地化 而且开产业是高资本的投资 不太容易有获利 因此有一定的门槛 新投入者也是不多的 在威胁方面 这些扩服的竞争对手 都世界级的大厂 才能与资本规模的差异 也是比较大的 最后我们看到最重要 就是这一家公司 到底赚不赚钱 以及未来的获利能力 我们要请齐鲁来替我们说明 一华2000上半年的营收 是8.63亿元 以股本9亿来计算 上半年的EPS是0.76元 由于下半年的营收 与上半年的差距 不会太大 但是毛利率有些成长 只是IPO之后的股本 会膨胀到10亿元左右 反而就预估 2016年全年营收约16亿元 逸华店全年的EPS 约在1.4元左右的水准 逸华今年相对2015年的 获利是衰退 主要是2015年 有早年打掉设备摊提 冲回约1亿元的溢注 所以去年的获利也是 往上垫高的 让今年的获利水准 较去年度减少 那展望2017年 法案又指出了 逸华店会在高解析度电视的 渗透率增加 而且高阶手机会由COG 改为COF COF 那COF的产业 可以年成长10到20%的区间 因此法人推估 2017年的营收约19亿元左右 而毛利率出估于 2016年大约相当 每股税后的获利约带1.6元 而法案也指出 半导体产业的变化是很大的 2017年的营收与获利的推估 也可能随时在做调整或修正 而逸华店子 已经在今年的4月14号 送件要申请上市 证交所也在6月7号 审议是通过了 这逸华的上市案 而正式的申购时间 还有待公布 以上是今天的麦爹 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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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